在今年6月初,叙利亚总统巴萨尔向全世界宣布将要收复全境,并且要求美军撤出叙利亚。 至此,旭军开始了对剩余地区叛军进行围剿行动,在俄旭双方协商下,俄旭联军开始对德拉和戴尔祖尔地区的叛军进行围剿,目前叙利亚政府军的支力部队几乎都集中在戴尔祖尔和德拉省。 在巴萨尔宣布将要收复全境时,美军曾分析过要想得到在戴尔祖尔和旭军作战,至少得需要很长一段时间,但是谁能想到事情,并没有朝着预计方向发展。 在德拉战役开始后,巴萨尔为了尽量减少旭军的损失,俄军在每次进攻前,必出斗战机,对叛军据点进行地毯式轰炸,虽然消耗的资金巨大,但是取得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。 据悉,在俄军频繁空袭德拉叛军据点后,出现了大批叛军武装直接投降的现象,一时间旭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,而德拉收复战役也迅速进入北升。 这对特朗普来说绝对是个坏消息,因为旭军在结束德拉战役后,就会把下一个目标秒向戴尔祖尔的叛军武装和国际联军。 这因为如此,为了能够减缓旭军即将到来的攻势,美军再次准备对旭军军事目标进行空袭。 据悉,在当地时间7月4日,美军出动了数架战机,对旭军基地进行炮火覆盖,同时还摧毁了很多链接德拉和戴尔祖尔的重要交通路线。 据中东媒体报道称,在戴尔祖尔地区,集结了大量兵力,480辆坦克,上千门大炮甚至还有近期千枚反坦克导弹被调遣至此。 面对即将到来的大决战,俄军也是很下心来了。 据俄媒报道称,俄军将持续派出战机进入叙利亚战场,有可能的话甚至会派出苏道57前往叙利亚。 在7月份以来,俄军每天都会派出数十架战机,在戴尔祖尔上空进行巡逻,一旦发现任何叛军武装,将给予精准的导弹打击。